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唯正十二 法律二八零 环听五行之诵 毕缘护子之亲 立君臣之义 以权之 议论轻重之序 胜策浅身之量 以别之 惜其聪明 自其钟爱 以尽之 那么这里讲凡听五行之诵 这个也是在《礼记王志》里面讲的 这个五行之诵就是五种刑法的案件 这个《缘》就是推就 考就 研究的意思 全是衡量 议论轻重 就依据其意念而断定其犯罪之轻重 现在的话讲叫《动机》 那么这条讲 凡是判决五行之列的重大案件 一定要从体谅父子亲情 精诚恩义的角度来进行权衡 考虑其是否出于装爱而犯法 要根据意念考虑犯罪的轻重程度 审慎的评估犯罪的深浅分量 来区别对待 要竭尽自己耳闻目察的辨析能力 加以自己诚恳仁爱的同情心 尽最大的力量 弄清楚并处理好案件 那么这一条讲的主要是判这个重大的刑案 这个是要慎重了 这个不能够这个疏忽了 一定要衡量 要仔细的去了解他这个犯案的动机 如果动机他是出自于宗爱 这个行就可以减轻了 要尽最大的力量 而且要加以自己诚恳仁爱的同情心 所以这个做法官的人 要有同情心 要有仁爱的心 怜悯这些犯罪的人 无知触犯了这个法律 要有这样的心态 然后尽最大的力量来弄清楚 处理好这个案件 这个是做法官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好 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